Hello 大家好 我是苹果 今天大家看到的是荔枝打这个控花药 今天呢咱们就打完这个控花药了 前面几期视频跟大家讲了 咱们打这个控花药是打以西粒2-4毫升 加多效素18-20克 兑水30斤 然后就喷这个荔枝 实际上就是控这个熊花 推迟熊花到后面开放 然后以那个磁花开放的时候 它就受粉就容易成功 做果粒就比较高一点 主要是这个原因 因为如果你不控它现在温度也比较好 它容易造成大量的熊花在开放 到后面它会消耗那个营养养分 养分消耗没了 然后那个磁花的话就会发育不良 发育不良它那个做果粒啊 还有什么之类的它就会飙叉 所以我们一定要控这个花碎 控这个熊花 今天呢咱们就是再跟大家反反复复讲一下这个 今天咱们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